各位观众您好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28号突然访问中国 根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透露 它此行主要是为了要寻求在中国 推出全自动驾驶的软件 特斯拉目前在中国也面临到销量下降 以及价格占日益加剧的困难局面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28号当天 官方新华社、央视新闻等 都在头版显出的位置高调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 美国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消息 报道着重突出李强对外商的再次作出承诺 李强指出 外资企业是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 贡献者 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将始终向外资企业来敞开 中方言出必行将在扩大市场存入 强化服务保障等方面来继续下功夫 为外资企业提供更优秀的营商环境 更有力的综合支援 让各国企业安心 放心地投资中国 更好地实现互利双赢 外界注意到 日前结束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此行 并未将美中经贸关系列为首要的议题 而是对中方企业支援 俄罗斯对乌战争表达了严重的关切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 中国经济在出口、房地产、消费等主要的市场疲软 金融跟就业等领域面临到严峻挑战之际 北京当局如何营造对美关系尤为引人关注 李强在新华社的报道当中 特别向马斯克强调 中美两国经济深度融合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彼此都可以从对方发意当中来获益 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 堪称是中美经贸合作的成功范例 李强还表示 平等合作、互利共赢 才是最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德国资深报道 有官方背景的预约谈天微博账号28号发布的视频显示 马斯克在抵达北京之后表示 很高兴看到电动车在中国取得到进展 未来所有的汽车都将会是电动的 路透社援引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马斯克此行寻求在北京会见中国高级官员 来讨论在中国推出完全自动驾驶的软件 并且寻求互批将在中国收集到的资料转移到国外 以供训练自动驾驶演算法的用途 特斯拉自2021年以来按照中国监管机构的要求 将其在中国收集到的车辆资料层出在上海 并且没有将任何的数据传回到美国 自从10年前进入到中国市场以来 特斯拉已经在中国销售了超过170万辆的汽车 其上海工厂是其全球最大的特斯拉工厂 四年前这一家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推出了其autopilot软件最自主的版本 完全自动驾驶FSD 不过尽管客户一再的敦促 但是特斯拉迄今尚未在中国推出FSD 马斯克本月在回应社交媒体平台X上面的询问时表示 特斯拉可能很快向中国客户来提供FSD 小工汽车等中国竞争对手 一直在寻求通过推出类似的软件 在与特斯拉的竞争当中取得到优势 乔德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在28号晚间发布通知说 依据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肉干规定 信息安全技术汽车数据处理安全要求等 规定来进行合规检测 特斯拉在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全部车型 已经通过了国家相关标准的检测 时间的巧合引发了议论 根据报道 这次检测的内容主要有四项 分别为车外人脸资讯等匿名化处理 预设不收集座舱数据 座舱数据车内处理 处理个人资讯显著告知 包括特斯拉在内共有6家车器 总共76款车型来通过审查 不过特斯拉是唯一的外企 马斯克死刑恰逢北京车展举办之际 该车展上个礼拜开幕 并将于5月4号结束 特斯拉在这个中国最大的车展上面并没有展位 上一次特斯拉在中国参展是在2021年参加上海车展 期间发生了身穿硬有刹车失灵的T恤车主 站上了特斯拉车顶上面维权的事件 对此行业专家表示 中国复杂的交通状况为训练自动驾驶演算法提供了更多的场景 对于加快演算法训练的速度至关重要 马斯克上个礼拜表示 特斯拉将会利用其现有的电动汽车平台跟生产线推出新的更便宜的车型 并将提供一款采用自动驾驶技术的新型机器人计程车 他本月在X发帖说 他将在8月8号推出机器人计程车 由于人们对特斯拉的增长前景担忧加剧 特斯拉股价自今年年初以来已经下跌了将近三分之一 上个礼拜特斯拉公布的今年一季度收入 自2020年以来首次下降 该公司本月表示将在全球裁员10% 来应对销量下降 跟中国品牌主导的电动汽车价格占加剧的问题 美国汽车安全监管机构26号表示 在特斯拉2023年12月召回超过200辆汽车 同时安装了新版autopilot自动辅助驾驶软件之后 收到20起事故报告 对此美国汽车安全监管机构已经展开新的调查 一个多礼拜前 马斯克取消原定前往印度 跟该国总理莫迪会面的行程 而理由是非常重大的特斯拉义务 据路透社报道 中国南方的一家电器制造商 发现很难将产品运往俄罗斯 这并不是因为产品有问题 而是因为中国的大银行出于对美国制裁的担忧 正在限制此类交易的付款 这家总部位于广东的公司 正在考虑利用活跃于中国跟俄罗斯边境地区的货币经纪商 来结算其电器产品的货款 发广报道 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美国对俄罗斯跟俄罗斯实体实施了一系列的制裁 华盛顿指责中国为莫斯科战争提供动力 而现在美方威胁将制裁扩大到中国的银行 这让中俄之间的非军事贸易融资变得寒冷 路透社援引其一位贸易跟银行界的知情人士说 这给了中国的小型出口商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问题 这些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 随着中国的大银行跟俄罗斯有关的交易融资当中撤出 一些中国公司正在转向边境的小银行跟地下融资的渠道 比方说货币经纪人甚至是被禁止的加密货币 消息人士说还有一些公司则是完全退出了俄罗斯市场 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一位银行家说 该银行已经加强了对俄罗斯相关业务的审查 以避免制裁风险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银行家说 主要原因是为了要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这些消息人士表示 自上个月以来 中国的银行家讲的对俄罗斯相关交易的审查 或者是完全停止的业务 以避免成为美国制裁的目标 东南部省份代表中期跟俄罗斯利益的贸易机构负责人表示 中俄之间的交易将会越来越多的通过地下渠道来进行 但是这些方法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一位驻莫斯科的俄罗斯银行家说 用加密货币来进行支付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因为在中国的银行无论大小都不可能通过了解你的客户 上述的消息人士以话题敏感为由匿名发表了看法 路透社也没有办法确定从大银行转向更隐蔽途径的交易规模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号在北京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长达五个半小时的会晤之后表示 对于中方助长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野蛮侵略战争表示严重的关切 虽然拜登政府警告说 美国已经准备好对未军民两用产品贸易 提供便利的中国金融机构来采取行动 而且已经初步讨论了对一些中国银行的制裁 但是一名美国官员上个礼拜告诉路透社记者 华盛顿尚未制定实施此类措施的计划 上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方不接受任何非法的单边制裁 中俄之间正常的贸易合作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扰 该发言人表示 布林肯向中方官员明确地表示 确保跨大西洋安全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如果中国不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美国就会着手解决 广东一家上市电子公司的经理说 自三月初以来 几乎所有中国主要银行都暂停了跟俄罗斯的解散 一些最大的国有贷款机构报告指称 跟俄罗斯相关的业务有所下降 扭转了全面入侵之后资产激增的局面 根据他们的最新申报材料 四大银行当中 中国建设银行的俄罗斯子公司 去年资产下降了14% 中国农业银行的资产下降了7% 相较之下 中国工商银行报告其俄罗斯子公司的资产增长了43% 中国银行没有提供细分的数据 这四家银行并没有回应路透社 救其俄罗斯业务 或对中国公司的影响发表评论的请求 山西日前发生的一辆华为与汽车公司赛利斯 联合推出的问界M7电动SUV 追尾撞上了高速公路上 一辆停在路边的洒水车 起火爆炸 车上三人都没有办法逃生 对此网络疯传四大质疑 赛利斯对此回应 公司大部分的车款 确实没有碰撞之后自动解锁的功能 但是这个消息一度被撤出了微博热搜 综合媒体报导 该骑车祸事件的驾驶者家属发文控诉 并在网络上面请求网民帮助转发维权 但是网民转发的视频很快遭到删除 贴文也被封杀 微博目前与此相关的热搜标签 包括了问界M7起火事故试者家属发生 问界回应车辆起火司程三人罹难 问界M7追撞大货车起火等等 都已经引爆了网民关注跟讨论 死者家属透露出事的那辆问界M7 上面的三人是他的丈夫 胞弟跟儿子 他质疑问界所宣传的AEB 为什么没有自动紧急刹车 以及车载电池为什么会起火 安全气囊为何未探出等问题 网民指称 该辆问界M7在撞击之后 隐藏是车把把手并未探出 导致好心救人的道路工人 跟路过的驾驶都没有办法打开车门 让人质疑问界为何没有一般上路车辆 都会油的碰撞之后自动解锁的功能 问界最新通报指出 根据国家平台数据接入管理规定 获悉该车辆发生事故时 车速为115km 安全气囊正常打开 动力电池包特性菌正常 问界正在积极地配合当地交警部门 开展事故调查 提供一切必要的数据还原事故原因 对此网民痛制华为真正遥遥领先的 应该是公关方面 能够在这一起事件刚传出时 到处的三文车热搜 直到各家媒体报导了之后 才只爆不住火 还有人认为华为应该会把责任推给赛利斯 毕竟爱国品牌必须要好好的维持形象 据报道 这辆车是今年1月14号 刚刚在运程4S店 购买的华为问界M7新车 华为宣传该车有AEB自动紧急制动 据AEB异性障碍物自动紧急制动 三元离电池 助燃材料 以及热失控保护技术等功能 但是事发的时候 这些功能到哪里去了呢 为什么连安全气囊都没有打开 微博消息显示 这起车祸现场的道路工人 跟路过司机在救援起火的问界M7时 只能够砸破车窗 而没有办法打开车门 让外界质疑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赛利斯方面则表示 问界的车辆 目前大多没有自动解锁的功能 由于起火车辆的驾驶失去意识 因此没有办法自行从车内打开车门 对此网民们痛斥 所以出事就在车上等死吗 其他车都有自动解锁功能 还有人感叹 好是华为 坏是赛利斯 直指赛利斯被迫出来当华为的挡箭牌 死者家属则是悲痛地表示 他在这起事件当中失去的丈夫 包弟跟儿子 他只是想要一个真相 声音却一度遭到打压 还不断地遭到华为粉丝的声讨 对此网民直指 华为现在根本就是只手这天 高呼抵制华为从我做起 4月28号 中共贵州省公安厅前党委委员 省纪委、省监委派驻检检查组前组长陈刚 在贵州受审 其被指控受会席前 非法持有5支枪、732发弹药等罪名 综合媒体报道 陈刚被指控 2016年到2023年 其利用担任中共安顺军分区政治委员 贵州省纪委派驻检组组组长 省公安厅党委委员 省纪委、省监委派驻检检检查组组长等职师 非法收受财务 共计142多万元人民币 2024年4月到2022年5月 陈刚为了要掩饰 隐瞒50万受贿款的来源等事实 为造借贷关系 转移受贿资金 此外 他还非法持有枪支5支 弹药732发 将近60岁的陈刚 在2023年8月31号被调查 2024年1月 陈刚被双开 当时中共官方通报指出 陈刚对抗审查 违规收受礼品 违规借用私营企业主车辆 钱款 违规从事盈利活动 违规放贷获利 非法收受他任财务等等 除了陈刚之外 不少陆马官员也被指 非法持有枪支弹药 2023年10月 云南中燕园党组副书记 董事长叶礼斌被起诉 其被指非法持有枪支弹药 情节严重 2023年9月 中共中央前610办公室副主任 公安部副部长森立军 被判处死缓 其被指非法持有枪支两支 另外 非法持有枪支的 落马官员还包括了 2022年8月 被判死缓的江西省人大前 副主任史文清 2022年3月 被判刑13年的 兰州市政协前副主席 严之间 2021年11月 被判刑11年的 宁夏人大前秘书长徐立群 跟2017年被执行死刑的内蒙古前公安厅长赵黎平 今年初曝光的画面显示 中国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号 已经拆掉了原本遮盖航舰甲板弹射轨道的工棚 军事民纷纷揣测是否即将海事 发广引述中央社报导 中国航舰福建号可能即将海事 中国央视军事微博账号27号 引述专家张军社表示 航舰的建造跟使用基本上分几个阶段 首先是建造完成之后进入椅装阶段 也就是安装航舰上面的武器跟通讯等系统 他说这一切都结束之后 则是展开港口跟码头的细薄试验 测试航舰在静态之下的动力系统 武器系统跟通讯系统是否能够正常运作 并且测试各系统跟装备之间 是否相互干扰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2023年9月消息指称 福建号原本采用了三个常规的 蒸汽动力弹射器 因为中国至今仍然没有核动力行间 不过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在2017年亲自拍板决定要变更设计 采用可驱动电磁弹射器的 新型整合推进系统 该报导指称 福建号的排水量超过了8万吨 大于辽宁跟山东号的大约6万吨 并表示这是美军现役航舰福特号之外 全球第二效飞行夹版 使用电子弹射系统的航舰 另外 最新一期中共研究记刊刊登的一篇有 台湾淡江大学整合战略与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员 杨太元所撰写的2023年中共海军建设平息专文 杨太元指出 中共航空母舰福建号目前仍然还在细拨试验 还需要经历过海事 海事结束之后才会纳入到海军的序列 并且纳入海军序列之后 还必须要对各种武器系统装备调试来运行 并且进行各项科目的训练 以及舰载机运用跟协同训练 从纳入海军序列到形成战斗力还有慢慢的长路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福建舰可能在2028年才会具备率领航舰战斗群 担任战备值班任务能力 杨太元指出 随着中共海军舰艇数量由2011年的36艘 增加到2023年的165艘 中共舰艇演训的规模从单舰 多舰到大规模编队对抗 演训的内容呈现多元化 强度也是弹幅的提升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跟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于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